通常我们的认知就是你有压力就是beta 然后你闭眼放松就是alpha 可是平耍工具有一个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睁眼的时候会有alpha波 睁眼出现alpha波很奇特 睁眼加动态出现alpha波就是奇特加奇特 现在大家都觉得脑波还蛮神秘的实际上也蛮神秘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微弱的讯号 是从我大脑发出来的 微弱的程度怎么比方 就好像我们有个地球 我们大脑就像个地球一样 然后我们大脑的发的脑波就好像我们地球上 世界各国都有那个广播电台 有FM电台有AM电台 那我们收集脑波就好像那个地球外面的人造卫星 在收听那个地底下面的广播电台一样 非常非常微弱的讯号 对我们做研究来讲的话 我们脑波我们是每天都在做的 那我们也做脑波 我们也做心电图 都是一个反应那个身心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像你放松的时候你的α波会出来 而你比较紧张的时候呢 β波会出现 这个对我们讲是每天都在看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除了脑波之外 我们的自立神经我们的心律变异也是有同样的效果 你在紧张的时候交感神经会旺盛 放松的时候副交感神经会比较明显 所以这个 这个一个是心脏发出的讯息 一个是脑发出的讯息 其实古人就知道了 脑跟心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 其实这两个讯号 脑波跟心脏的讯号 这是我们常常用来做研究 也是用来反映压力的一个最好的讯号来源 我们平常在有压力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 β波比较明显 然后呢 当你眼睛闭 闭起眼睛 休息放松的时候呢 α波会比较明显 所以通常我们的认知就是 你有压力就是β 然后你闭眼放松就是α 可是拼甩功就一个 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睁眼的时候会有α波 睁眼的时候会有α波 非常非常的罕见 这个在拼甩功 确实非常的常见 其实这个现象也不是我第一个发现 这之前在十几年前 甚至更早 那时候李世成 李校长 他就有做过这样子的观察 那我发现我们现在 也的确能够重复当年李校长所观察到的结果 就是在拼甩功的时候 虽然眼睛张开 可是会有α波 虽然身体在动 可是居然会有α波 这种α波呢 以前是只有在静坐的时候 残坐的时候才会发现 发现的这种现象 在拼甩功在运动的时候居然可以看得到 睁眼出现α波波很奇特 睁眼加动态出现α波波就是奇特加奇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还 慈穷无法解释这个东西 只能说我们现在的这方面的知识 还有待加强 我们还无法完全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也就是 反过来对我们来做研究的来讲 一些未知的领域 还不知道答案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去研究的方向 这个对我们讲是有挑战性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